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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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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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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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气质 有好的修养 是文明人 文化人 文艺人 等等 怎么会也有这种人呢 音乐圈里面不应该有嘛 那个 YAMAHA 那个广告词里面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吗 你也是学音乐的孩子 为什么会 满嘴的脏话呢 音乐圈里面不应该有这种人呢 第四 学习音乐啊 先学做人 这个不仅是对对外网友 对所有的人都应该要知道 学音乐先学做人 你音乐下流 你做人 做人下流呢 音乐也好不了到哪里去了 先学做人 做人一定要 该怎么做人呢 那你音乐就该怎么做 那音乐要学一辈子的 做人要学一辈子的 旋律 节奏 和声 编曲 作曲等等 是不是要学习啊 不是天生就会的 你要学 做人也是这样 你的品德 行为 修养 气质 思想 等等 是不是也要学习 所以你先学习这些 或者你边学做人 边学音乐 不要光学音乐 别的都不管了 你有没有看过哪个音乐家 大音乐家 或者是音乐名人 满嘴脏话的 把生日记带在嘴上的 都没看过 哪一位 所以你要学音乐 做好的音乐人 先做人开始 不要满嘴脏话 脏话 两个字 下流 好了 这个东西要 终身学习 不管是学音乐 学做人 都要终身学习 毕生坚持 终身 毕生 终身 学习 音乐 学习做人 毕生 坚持 努力 好了 这个不只是 对这位网友讲的 也是对所有 学音乐的人 都应该大家 共同 勉励 学习音乐 先学做人 而且 终身学习 毕生坚持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